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首先进行下自我介绍 我叫夏小雅 是XLab开放实验室的一名再度博士生 我是在去年年底从硕士转为博士的 那我的主要研究性区是开源软件社区的健康和可持续 那除此之外的 我是开源社的成员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Chaos Asia Pacific的社区经理 那我是在硕士期间参与了 Chaos 然后发起和组织了本土的社区 那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开源是最好的社会大学 这个题目我其实想了挺久的 就是那个时候接到江老师的邀请之后 让我讲一讲我自身在开源的一个成长故事 我就在思考为什么去提供个体的成长经历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 那我想大家希望听到的不仅仅是别人的故事 还期望的是一条可以去参考的大致被摸索过的成长路径 那我想对于词出于是否要参与开源的同学们来说 可能想知道为什么要参与开源 能够从中获得什么 那对于希望参与开源 但是又有点不知道怎么去做 或者说感到有一点陌生和心理上的恐惧感的同学来说 可能关心的是要怎么去参与 然后可以做一些什么 那这个过程中会遇到那些问题 有没有一些可以参考的建议 那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提供一份比较全面和全威的开源参与指南 但是每一个人他作为一个个体去融入和参与开源的经历 可能都有他的特殊性和共性 所以我希望我故事中的特殊性能够给大家启发 那其中共性的部分呢 能够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那我参与开源有一个非常水到渠成的点 就是我在实验室Xlab 它很多课题 我们本身就是围绕开源生态展开的 像左边这张就是我们实验室在Github上的一个site hub 我们实验室会从行为数据分析的角度去看开源协同 定一些指标 然后做一些分析 那同时我们也不可避免会接触到一些管理学 经济学这些交叉学科的东西 对于我个人而言 非常幸运的一点是 因为我们研究开源 所以自身在做事情的时候 很多时候也会以开放式组织的方式去推动 首先是会直接接触到实际的开源项目 那参与开源 就是实际的参与开源贡献和开发 就是开源人间开发最直接的好处就是 同学们至少理解了开源项目应该怎么去协作 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些比较细节 比较基本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你怎么去提交一些小的Biofix 或者你怎么去提交一个新的Future 然后你在issue和PR中应该按照怎么样的模板去填写 然后你在issue里面要怎么去清楚的描述你的问题 或者怎么去进行code review等等 那其次就是开放的好处 它开放就是它带来最直接的好处 就是它会让外部的人的参与成本大大被压缩 因为所有的历史贡献都摆在那里 所有的讨论和代码提交记录 这些其实都是直接的文档沉淀 都是可以参考的 那这其实也是我们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学生 非常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有很丰富的在线资源 然后甚至在社区中你也能找到比较热心的导师 去进行一些指导 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学生其实去积累社交资本的一个地方 因为就是因为开放和透明 然后你做过的所有贡献都在那里 都是可记录可追踪的 它永远都不会过期 然后学生参与其实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尤其是在一开始 作为学生你有一定的底气去表现无知 去提出问题 那我那右边这张图呢 是就是我参与Kios 是最近一次在组会上介绍一个指标 这个是其实也是就是好的开源社区 它会非常注重的一个点 其实也是体现了这个透明 就是所有的会议的录屏都是会上传到在线的 这里是上传到YouTube上 那我最初参与Kios 的时候呢是在20年年初 那个背景其实就是疫情 大家没办法去学校 然后隔离在家 我想这里就是也是因为人是有这个社会化的需求的 所以我当时坐在家里 然后去参加他们的组会 在那一刻就会觉得格外的惊奇 就觉得就是我此刻在北半球 不对在东方的夜晚 我正在实时的参与地球的另一边 正在进行的一些事情 而且我真的可以去做出一些对他们的影响和细微的改变 然后我想这也是就是完全的分布式国际化和全球在线协作的模式的魅力 然后是说到动音和激励 就是我觉得你愿意去 会不光是参与开源 你去做任何事情的动机 可能基本上都是因为你能够从中获得价值 那这个价值它可能是外在的 甚至有时候是金钱可以去衡量的价值 比如说你能够直接获得报酬 或者说通过参加开源 它能够获得一些工作机会 那也可以是一些内在的动因 比如说你在 因为开源它其实最初的是有一个利他的一个哲学思想在的 就是你把你所做的东西分享出去 然后让别人去使用 那这个过程中你会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 这是人格上的一些价值 然后此外你自己也觉得学到了知识或者取得了成长 那至于为什么我会从一个 就是一开始潜水 然后偶尔做一些小的贡献的人 到慢慢建立几个本土的社区 我觉得这期间不断得到的正向反馈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这其中也有一些对我来说务实的价值 比如说Kaos的指标体系 它本身就定义了丰富的开源社区的一些key aspects 这个是和我的研究内容是高度相关的 但是如果少了那些感性的因素 我可能就停留在一个开源用户的阶段 就是知道了是哪些指标体系 然后消化之后 然后用到我自己的在研究或者论文里面去 那我就急用急走了 那为什么我说开源对于高校学生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大学 因为它是生活在象牙塔的学生 去接触真实世界的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而且它的大门是纯天然开放的 那我这里指的不仅仅是针对计算机软件专业的学生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在软件开发过程中涉及到的版本控制 怎么去进行分布式协作 然后进度管理 质量测试等等 都是可以去观察学习模仿的 但是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来说 一个好的开源项目 它会涉及到像软件开发以外的文档 设计宣传法律等等的事情 也都是被重点强调的非常重要的贡献 那这里其实非常宝贵的就是 开源它提供的是一个完全小社会的场景 就是技术只是其中的一小块 它一个完整的社区 其实和我们居住的小区是很像的 就是它需要公约 然后需要物业 然后也需要投票和决策机制 那而且它就是足够透明 就是在在线协作社会里面 所有的贡献和工作都是 尽可能的能够做到可见 那开源它本身是强调民主和精英决策的 也就是说 谁做的贡献多 谁的能力强 谁就可以成为这里的意见领袖 所以说 而且大家也会愿意听它的 因为所有的贡献 既然是可追踪可记录的 那谁的就是贡献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说它其实还是一个更公平 更纯粹的小社会 那我理解可能参与开源 它对很多人来说 还是一个心理上的挑战 因为你会觉得 你要参与进去的地方内的人 他们已经提前互相认识了 所以你会觉得 这里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一些 约定俗称和法规 尤其是对于就是 我们东亚的学生来说 还涉及到一些语言的障碍 和一些文化差异 我们的性格是天生更加内敛的 这个就体现在每年 GSOC的申请的季节来说 就非常明显 就是也会有中国的学生 和印度的学生 但是你就会看到 印度学生就会非常的活跃 而且有时候他们可能 什么贡献都还没做 就会先在邮件列表上 进行一番自我介绍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去学习 他们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的 然后就是我 虽然我一开始 也是花了一段时间去克服 就比如说我在最初的时候 要提个PR之前 我会把类似的 Future的PR都先翻出来看一看 去模仿他们是怎么做的 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 在心理上可以更加厚脸皮一些 因为社区有时候的心态就是 People comes, people go 而且大多数的Maintainer 他们都是非常nice的 那我们在做贡献的时候 就是最后一点 我们去 其实这个过程中 我们是在去学习 怎么去做一个好的数字公民 我们要遵守社区守则 就是Code of Conduct 然后我们要懂得 先提前自己去查阅文档 然后再去主动交流 自己遇到的问题 或者说主动的给出一些反馈 其实他培养的是一个人的主动性 就可能很多人意识不到 主动性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稀缺但 就是有时候他挺稀缺但又挺关键的一个品质 那我们要去融入一个陌生的在线社会 他其实锻炼的是一个人的心质和综合品质 那最后呢我列举了四个具体的问题 并且给出了一些从我角度的一些建议 第一个就是语言问题 首先就是在国际社区中去交流的时候 我理解就是英语它可能会成为部分同学的心理障碍 那这里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 它问题不在于这个语言本身 而是我们要去克服开口时候的一个紧张和害怕犯错的心理 其实大部分同学的英语是足够去应付 协同的场景的 因为开源它其实本身是一步交流的 那你在一步沟通的时候可以借助一些翻译工具 那你是否要去实时的在会议上开口 其实可以取决于个人的意愿 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真正去开口多说 因为你实时的参与一场会议 它带来的参与的沉浸感是指数级增长的 而且这个过程可以让对方迅速的认识你 是作为一个真实的参与者 而不是存在于Kithub或者Slack 或者邮件列表上的一个邮件地址或者账户 第二个就是时区问题 就是尤其是一个国际的分布式的社区 它的一些兴趣小组 对于我们Domatch来说 有时候可能就是在半夜 然后你可能想参加 那我觉得这其实取决于你想从中得到的是什么 如果你想得到的是实时的在线协作的体验 其实你可以选择一些时间相对合适的会议 然后可以去询问Maintainer 它能否适当的调整为你可以去参加的时间 因为一个全球化社区它的会议设置时间 往往是综合考虑了各个市区的参与人数的比例 是之后的一个trade off 所以如果它能够感觉到某一个市区有强烈的意愿 就是参与意愿的人数的比例的话 它是愿意去调整的 那如果会时间实在做不到调整 其实就像前面大家看到的 那个YouTube上的会议视频 就是开源协作它的本身模式就是一步的 然后社区它也会有益的 它也会非常的重视交流内容的沉淀 所以你应该总是能够去找到这个会议的文档记录 就是会议纪要和录评的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自己会错过些什么 然后第三点是沟通的问题 就是尤其是在作为一个社区新人的时候 可能会存在心理上的陌生感 这个前面其实提到了 而且在做贡献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还会面临着技术领域的peer pressure 那这里我能给的建议就还是那句话 加厚脸皮别怕犯错 但同时要强调的就是 你也要了解基本的礼仪 比如说一个好的社区 它非常重视除了技术文档和 就是非常重视技术文档以外的这个社区文档 所以你应该去提前阅读就像有 quick start for newcomer 新人指南 然后贡献之意 还有一些FAQ 以及如果你遇到了某一个技术问题 涉及到的具体的技术问题的话 其实你在提问或者沟通之前 你要能够正表明你其实已经提前查阅了可能需要的一些背景知识 这里其实主要的点就是你表现出来的真诚是非常重要的 就不要真的做一个大摇大摆的闯入者 然后最后一点是时间分配 这里我想说的是就是当人生的阶段和计划发生变化的时候 你去离开某一个项目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 它其实也是开源的常态 但这里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要有意识的去吸引指导和转化新的贡献者 就是保证有新鲜的血液能够流入这个社区 好那我的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 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启发 也希望能够鼓励一些 还没有参与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去参与的同学们 能够参与经开源贡献